本院台灣團結你們黨團提案由葉委員精靈代表發言 台灣團結針對經濟部投審會近日之續審查 入外資在台投資情況 發現中國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公司 與七年前進偽裝身份假外資新加坡商之明來台申請公司登記 以新加坡公司的名字註冊 掩飾其為中資之實質身份 直到去年2014年 中國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後 經濟部才進一步掌握證據 證明其中資事實明確 有建於中國最大電子商務公司 居然不敢承認其中資身份 卻偽裝以新加坡公司的名義來討拓展業務 其目的恐不單純 經濟部更不應以開後門方式 同意該公司重新補建申請 企圖與合法 恩是非法 變相同意 該公司在台投資案 擾亂台灣國家經濟安全延遲 要求經濟部 應計撤銷阿里巴巴公司在台投資案 以保障台灣國家利益 確保國家安全釋毀 有當盡情公絕 並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做入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嚴處 請問一會由吳一一 吳一一通過 請賴政昌委員發言 請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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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